歡迎回到前百安百 講到今天臺北股市震盪拉回 一下跌呢 主要在開盤的時候 一度跌了超過四百多點 快要接近五百點 好在尾盤跌幅收斂 留著一條下影線 最後是跌兩百七十一點 收在兩萬兩千九百二十六點 兩萬三失守 但是今天量能呢 一樣跟這兩天差不多 都是三千多億 但是呢就看到台股 這一天這樣的回測 這樣的回測 多了一個跳空下跌的缺口 而且呢也把之前的跳漲缺口 給吃掉了 今天是跌到了所謂的月線大關 有跌破月線 台股在時候跌破月線 大家要緊張一點 你剛好接近了十月的 最後月底的時刻 當然呢有人說 是美國選情的干擾跟影響 但是呢看看外資的態度 今天外資賣了兩百九十一億 這前一天外資還在買的 今天一賣 說翻臉就接近三百億的賣超 投信呢 適時來做一些回補動作 但是外資賣 自營商也賣 這兩大法人 在這種賣超動作當中 台股的月線守不守得住 在最後要準備收月線的這幾天 這很多人關注 但看看今天外資 雖然大賣兩百九十億 但買什麼呢 先看買超個股 第一名是反一 臺灣五十反一 賣的雖然不多 但接近一萬張 賣反 買反 代表說呢 對於臺股的部分 好像還是有一點比較偏空看待 那鎖定呢 還看到了中國 A五十 滬申三百正二 恆申國企正二 陸港股的部分 難道這時候外資看好嗎 跑到這裡去了 好 另外呢 則看到買超有華航 有臺波 傳產股這兩檔個股 最近還滿強的 滿抗跌的 特別龍頭股 雖然今天廣達一度跌破三百塊 但是外資呢 不離不棄 剛剛子東有說 看起來是買超三千多張 今天續買 個股還有包括像上海商銀 跟新唐 這是外資買超前十名的部分 好 請教惠世姐姐 怎麼看待外資買超前十名 當然看起來第一名是反一啦 還買了一大堆陸港股的ETF 難道不愛臺股了嗎 因為你如果把今天陸港股 今天在中午之後 應該是沙尾盤 記得下午就往下 但如果把下午的那個走勢拿掉 只看上午部分的話 其實他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要突破盤整的樣子 所以我認為這個比較不像真的外資 就是說呢 應該就是業內 業內的話 其實業內還是有一些人是喜歡做陸港股的 因為大家還是有以前這個陸股呢 大漲的那個基宜在 所以我覺得這是業內做的 那麼今天因為陸股下半場下跌了 所以的話就看明天這部分 那我們能夠能不能夠延續 那我覺得是會有一點點的考驗 那再來其他部分來說的話呢 那當然剛剛講板一嘛 這是避險的部分 那再來的話 臺波這就是傳產裡面 大家覺得會受惠於大陸的刺激 這裡的話 可能本業會有些回升 這是最近法人比較熱門的標的 那廣達剛剛大家都已經有說說明了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像新唐 那經典也很多會談到 那再來華航的部分來說 因為最近新雨很熱 但新雨其實呢 又是這幾檔裡面 算是PE比較高的 所以如果新雨在場 是不是就會有點凸顯出別人的價值 當然也不能這樣比 對 因為其實PE這個東西本來就是這個領導人 就是說不是聽到我講的好像大陸的語氣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呢 這個就是公司的這個負責人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可以提升本益比的東西 這其實是沒有錯的 所以他本益比別人高 我覺得是也是也是有道理 個人風格 對啊就是你就是信仰他嘛 就像之前大家相信郭台銘的意思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他本益比本來就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呢當然這樣也就把別人凸顯一些出來 所以這裡面資金都跑到低價的華航去 是不是覺得有可能會稍微反彈一下 但是我覺得這裡面的話 大家還是先用比較短線來看就可以了 好這是我們看到今天外資買超個股裡頭 待會會細說 有些個股最近很特別 不過特別講到外資 因為今天賣了兩百九十億嘛 看看期貨空單 最近幾天我們都一直注意著 因為呢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今天又多了五百多口 雖然說今天增加的幅度不大 但是呢 看起來口數還是來到波段高 請到子東了 怎麼看外資期貨空單這樣的增加 尤其期貨空單 今天增加 再加上外資賣超期限選加起來 是最近賣最多的一天 這怎麼看 這當然是川普風險越來越嚴重的壓力來了嗎 我認為川普風險當然是一定有了 但是後面會不會持續再增加 至少我們可以講一件事情 我們說下個禮拜這個十月 這個過完下個禮拜 總統選完了之後 他會不會繼續再大泡的言論 當然可能就不會啦 因為他畢竟是為了選情 所以必須要講一些比較特殊的言論 在這個部分 當然這幾個交易日 其實我們也很清楚的看到 確實外資 如果以期限或同步站在賣方的這個腳步來看 他們確實是偏向於賣方 但是呢 這兩年我們自己也調整了很多交易的策略 像以前台股的天花板 大家就認為萬點大概就是天花板了 當時如果我們在操作期貨的話 付兩萬口 確實算是一個地板跟天花板 就是外資在這個地方 可能在這個地方期貨 可能是付兩萬到正兩萬之間 但是現在如果我們講外資要做個避險 那這兩年我們怎麼調整呢 因為現在是兩萬點 積極墊高了一倍 外資如果真的要去做個避險 當然我們就要從兩萬口 調整到四萬口 所以現在我們確實認為外資偏向於空方 但是是不是避險單 我認為很高的機率是 因為如果同步觀察新台幣最近的走勢 最近其實還偏向於持穩 台股這段期間經歷了比較大急速的修正 是在八月初跟九月初各經歷了一次 那兩次其實都伴隨著新台幣強勢的貶值 就表示外資在這個地方真的棄手了 想說我們先撤出台灣市場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一次如果我們以新台幣的走勢來看 確實沒有出現這樣的現象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斷了 確實是因為川普的言論 那這段期間我們說外資可能偏向於站在空方 但是我們說下個禮拜二之後 等到一切塵埃落定了 那這個部分外資會不會重新再回頭 新台幣會不會繼續升 這部分我認為機率是偏高的 那所以今天我們雖然說外資偏向於正在空方 但是避險的心態還是有的 所以一般的投資朋友 應該就不用過度的擔心以及反應 好 這剛剛子東的發現 我們告訴大家 不過立刻要請輝姐上來告訴大家 我們看看臺股這幾天的震盪拉回月線破了 好 先說指數 破了月線 這次要擔心嗎 就現在你看之前從月線站上去之後 九月以後站上月線 就一路上攻 這是九月以來第一次跌到月線 對 那我覺得這一次來說 話就是稍微要比較注意一點點 就是呢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你往一個月線去看 現在月線是怎樣 現在因為是他在往上升 但是呢 你現在往前扣底的位置來看的話 那麼其實已經扣到這附近 也就是說呢 他現在的地方 如果你沒有再馬上往上的話 那其實他會有點下彎的壓力在 那這地方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短線上比較會有壓力的 那再來還有一點就是說呢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點看 然後拉長一點的話 你就會看到就是說呢 那事實上的話呢 上次漲很大一段之後拉回來嘛 那這次其實也漲了一大段傷害 所以其實還有一個比較大的因素 我覺得是本身就是漲多拉回 所以的話因為漲多之後 你就必須要先消化一些換手 那如果這一次的話呢 這個經過這個國內外 不管是川普講話或等等之類 有一個順勢換手的話 那我覺得對年底行情才會比較有利 那不然的話直線上去的話 其實他還是會籌碼會相對有一點點的凌亂 那再來的話我們還是要注意一下外資 剛才講的那個四萬口的事情 因為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呢 顯然這個避險心態還是非常的強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來說 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的話 還有包括上面的十一線 可能都是短期的壓力 好 至少上次我們看到這樣的修正拉回 當時是被誰害的 川普 也是川普害下來的 但這一次川普 雖然最近一直在講臺灣 是 但好像我們的防禦力就高一點點了 沒有像上次這麼反應 那麼激烈 對 因為上次有一個比較不好的事 因為上次是剛好在七月份嘛 那七月份你就知道 那時候就是這個後面就揮答 開始有些 他的不會有可能會有些狀況 那已經開始有些傳言 所以當時他是比較沒有接到這個出貨的旺季 那現在的話呢 他接下來的話呢 因為馬上不會就要開始正式出貨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的時間差 是在於說 你不會有出貨之後 到廣達 鴻海 他們的大量出貨 應該會在第一季 所以的話呢 又有一點時間差 所以的話呢 事實上以時間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容忍 他再拉回一些 因為你要反應 明年第一季的出貨 那似乎你到十一月中旬 或十一月底再反應 好像也不為過 是 所以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有一點震盪區間 所以操作會建議大家 就是說當然第一個 就是呢 吃屋不離 還是要控制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千萬不要使用槓桿 融資取操作 好 這是我們看到 至少我們先從大盤先說起了 好短線上可以忍受這個震盪 那因為呢 接下來還有這個出貨旺季 明年第一季會到 那現在是不是拉回 都是可以找機會點 但是在剛剛我們前一個小時 講了很多都是拉回修正的個股 現在該怎麼看 他有沒有反難機會 還有呢他到底是爭疊 還是說只是洗盤 但現在看看這比較特別 這個這個時段開始 我們要看的是 居然是這些騎兵啊 在臺股這幾天這樣拉回當中 走自己路好強啊 我們看強勢股 來看看這些個股 最近呢呈現走強的不管是華航啊 剛剛提到臺波這外資有買的嘛 另外呢 統一啦 保存啦 網家啦 逸光經濟大贏為盛輝紅准 這些都是法人有買 而且守住五日線的 惠智傑提供給大家那一張 對西面孔 他們在長什麼 他們到底有什麼題材力多 可以在這時候先攻 好你看 像是第一個來講話 像佳和他最近也蠻強的 可是我們看上半年其實也賺了八毛四 那股價二十幾塊錢 好像有過份 傳產股 對他是傳產股 因為他是一四開頭的嘛 一四開頭是什麼 就紡織對不對 所以他想到的話 其實資金開始有些外溢出去 然後呢 你看他這裡面的話 當然他就是特別的這些機能布料 機能布料 包括特斯拉裡面 車用的 捷豹這些之類的 然後呢 他又跟一些新興品牌合作 然後第四季又是忘記 所以我覺得這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第一個他雖然是低價 但是呢 人家低價還是有些數字在的 所以這個情況的話 就可以稍微去注意 特斯拉的車內用部 車內的用部 所以我們看一下他K線 就是最近也蠻強的 你看他就是呢 之前是沒有人有籌碼 然後一拉起來之後 就一二三 這個不輸往家 四根 這個不輸往家 所以他的優勢呢 就是低價 然後但是有獲利 那所以呢 當市場上面有一些資金 在之前的熱門股裡面 繳過來繳過去的時候 你想一定會有些資金流出來 去找其他的標的 所以的話這可以注意 但是呢當然我不會覺得說 你現在已經拉到這裡 要去追 就是說呢 你起碼等到五千 靠近一點 那個時候再來去注意會比較好 好 這是我們看到加和 大家看到新面孔 紡織的特斯拉的車內用部 很多車廠也是跟他有合作 機能用部的部分 好 在楊博 那你看他其實最近來說 他也是在半導體相關裡面 相對強的 因為半導體的股票 設備的股票 你會發現最近有一些 之前的很強的股票 都跌了亂七八糟 比方說三一三一 比方說六六四零 最近都跌了亂七八糟 是不是 反而他比較強的是誰呢 我們剛剛看到強勢股裡面 是不是有盛輝 那也是之前比較沒有漲的 最近也比較強 再來的話 像是楊博也是 這是半導體設備 但是又多了一個耗材 那一樣是用在COVAX這一些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我們看他的數字來說的話 來在今年上半年 就已經三塊錢了 那所以的話 你下半年 如果通常下半年 他會比上半年再高一些 那因為第三季的營收也是 濟增對不對 所以你第三季 第四季再上去的話 那今年其實就有機會 會走到七塊附近 那明年可能就會往九塊 十塊走 那這樣的話 其實本益比的話 在一樣設備族群裡面 就相對便宜很多 所以他的股價來說 就相對來的比較強一些 所以你看短線上漲 多也有一些拉回 但是跟其他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 就是他所有的長期均線 都在這裡 也就是說 那現在其實市漲資金 會去看一些 就是之前沒有漲這麼多 那我中長期均線 怪力沒那麼大的 那這一些的話 大家就發現 不管是低價股 或中價股 特別容易受到青賴 那這裡面 其實有很多業內的 尤其是低價股 有很多業內的買盤 在裡面 所以新主力鎖定的嗎 新主力 喜歡鎖定這種股票 但是我們還是要建議大家 你還是要看一下 他的獲利的情況 那基本面還是加減搭配一下 為什麼 因為人家新主力的動作很快 你不一定動作這麼快 所以這一點要給大家做一個提醒 好 至少他這次看起來上半年下半年 有業績的 對 就是獲利真的是還不錯 然後呢 在半導體跟耗材相關裡面的話 又是本益比比較低的 拉回三天了 所以有機會了 對 我覺得拉回三天 我們看一下K線 那拉回三天的話 我覺得有機會了 因為你看他基本上的話 起漲的位置是在這邊 也就是這個地方 就是之前的什麼 之前的這個進貨的區域 所以的話 拉回到這平臺附近 剛好軍縣也上來 所以慢慢修正到附近的話 應該短線就可以留意了 可以留意明天接近月線的位置 好 這是楊博 好 再來看展達 最近好像一直看到他很強 也是非常非常的雄喊 對不對 所以的話呢 最近來看看 這為什麼呢 因為他已經有公佈了 他單月的數字 九月份就已經賺了零點六四元 好 那股價多少呢 股價就是八十塊錢 那八十塊錢的話呢 你零點六四去想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他上半年並不很理想 第三季開始轉家 那第四季又會更好 所以如果你從現在往後推 四季來看的話 那這樣的本益比 其實就是相對低 再加上又有一個軍工題材 因為軍工呢 他打到美國的軍工的供應鏈 這個是今年會響亮 那明年會開始放亮 所以就發現長線有個東西在 那短線來說 營收又上來 然後EPS又剛剛開始大幅成長 所以股價就會非常非常強 所以的話呢 這就是什麼 我覺得是有所本 就是說一個股價重新評價 然後開始反映第三季之後的成長 然後到明年的這個軍工開始放亮 可是他這一次漲是漲軍工嗎 好像不是 最主要是他的獲利 我們先這樣講 因為他本來其實他的東西 就是在網通上面 網通相關 那網通相關的話呢 我覺得其實在選後可以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美國的基建 那他在選舉前應該是有些遞延 所以呢 因為有很多的這東西要等到選後 他才會比較明朗 所以這部分有遞延之後的話 那你就發現到第四季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塊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 對 但是這裡面的話 因為他跟思科的關係比較密切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在網通這些 有些這區塊 一些人他沒有做了 然後或者就慢慢地撤出之後 那他跟思科的這個 就是出貨比例比較大 那思科其實大家去看 他在美國其實最近是創新高 他股價是超強好嗎 對啊 所以股價比會打一強 所以的話呢 來 我們來看 這裡面就反映了幾個提升 來看看展達 股價的表現 這一天 所以我就說 這種股價就 所以就是 五日限一支在追他 你就是沿著五日限看 因為我覺得 他會去反映他的本益比 所以其實現在股票 就是連續在網上 很多漲的都是之前沒漲的 因為你看他這樣很強對不對 可是你看 他的年限在這裡 所有均線都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 他在今年九月之前 他是完全沒漲的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一點 我覺得第四季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好 選股票的時候 尤其是在選後 但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一點 有時候 我個人的操作心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有時候 今年大漲的股票 不見得是明年的主流 這一點的話要特別注意 因為呢 這個通常 我覺得當年會大漲的股票 都是前一年的第四季 才開始起漲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最近來說的話 可還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有什麼樣的股票 有故事 然後開始反應的 那這樣的話呢 也許我覺得 大家就可以找到 明年的真正的主流 下一頁來 六方科 新唐跟來譯 超強 超強 今天還創新高 但是今天尾盤 有些拉回來 那這裡面是什麼呢 這裡面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發現 他的數字也是很好 七月份就已經賺了一塊六了 那今年來說 第三季可能有機會 往四塊多 五塊走 那如果這樣看下去 明年可能就往二十塊以上走 甚至可能是二十五塊 那這裡面的話 他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汽車 汽車本身其實現在是落底 落底就從底部低點開始慢慢要上來 再來光通訊 其實有關係 只是呢 他之前 大家比較不知道 那再來還有機器人 這邊有機器手臂 用在什麼呢 用在這個行星減速器 裡面的零組件 所以你看 就一樣是相關的題材 但是呢 他的股價 在今年的前面 其實有漲喔 但是問題是差在哪裡 他在我們剛剛講其他的像光通訊CPO 有一些你看不到今年的數字 對不對 你會覺得 你今年數字本一比看起來 就是還是很高 那明年的話呢 可能獲利會上來 但是你明年 有時候操作是這樣 我們再傳跟大家講 另外一個刑法 就是呢 當你都沒有一個夢的時候 那股價從沒有夢 變成出來一個夢的時候 那個夢又可以畫很大數字的時候 通常都會先大漲一大段 但是你大漲一大段之後 漲一大段之後 有時候他就會有一個中段的整理 就是本夢比的修正 為什麼 因為呢 因為你要等到那個數字出來 他不是一月一號 明年一月一號就會告訴你 你可能會等到明年的第一季 可能還好 如果你是第二季 第三季的話 那是中間還是有變數 沒有人能說中間沒有變數 所以很少有籌碼 可以從第一次一直報到最後 他就會漲一大段之後 進行中段整理 那什麼樣的股票 可以比較能夠延續 就是你要有數字 你現在就有數字的 你現在就有數字的 我現在就有一個什麼 我現在就有基本的安全牌 在後面 我就知道你今年就賺這麼多 但明年又更好 所以他股價也是超強 不過今天尾盤是掉下來 因為今天的話 今天就創新 創新高 創新高 創新高拉回來 那麼短線上 我覺得也是看五十線附近 大概應該要休息一兩天 那休息一兩天到五十線附近 我覺得都還是有空間 好 那立刻來看到 還有包括新唐 今天剛剛講到外資投信間都買 對 那這個就是你看 這個一樣是IC設計 IC設計也不同調 你會覺得你看 這個新唐是不是今天很強 那你在看智原間長怎樣 就破底對不對 所以你一樣是IC設計 其實不一樣 對 走勢不一樣 為什麼 IC設計 哪一種IC設計 對不對 你看其實像世新好了 他現在打到這邊 北一比 你說他很高嗎 他其實也沒有很高了 是 對不對 但是呢 他還是一樣沒有很強 是 所以IC設計裡面 在漲的還是什麼 在漲的還是跟AI有關 對不對 那你來看 那我聽到的是另外一個啦 就是他有這個GV200 這部分 所以的話呢 當然就各路人嘛 聽到各路不同的東西 所以今天大家都顯然 這兩天大家都有參與 那我們來看 就是說呢 以他的股價來看 這是第一根量 對不對 那是不是跌很慘 所以通常來講 這個業內看到這種 第一天都會先買 是 因為你就跌這麼慘了嘛 是不是 你跌這麼慘之後 我就算是怎樣 你就算是個跌生反彈 也是有肉 也有空間 對不對 所以的話 第一天都會買 然後震盪一下之後 是不是熟無日限 是 熟無日限之後 今天又放量就上去了 對不對 所以就注意 這個我覺得 可能會有這樣的方式 就是說 我不覺得他會連續噴出 但是我覺得他可能會這樣子走 走上去以後 再震盪一下 走上去再震盪一下 因為這裡應該也有很多的隔日沖 沒猜錯的話 我覺得今天應該有不少隔日沖 他今天是所掌停 最後有所掌停 那我們就看嘛 如果今天也是隔日沖的籌碼 可能明後天就會稍微震盪一下 震盪的時候你要觀察哪裡 就一樣觀察無日限 但我覺得會震盪一下 因為他還有一個年限 這個年限是怎樣 還在下彎 但是基本上他在底部是沒有錯 所以呢 如果震盪拉回靠近無日限的話 還是有超高的空間 好 特別這樣講 謝謝這個惠世傑 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這些強勢股情 你會一直回座 好 真的亮相了 果粉的千戶萬喚 現在是蘋果的AI功能 正式的來正式商用 而且是有新產品 在下個月要正式開賣 在蘋果的新手機 傳出賣得不好的情況之下 蘋果的AI 正式亮相的新功能 更新產品 會不會成為蘋果的救世主呢 待會告訴你 歡迎回到前生百安百 講到說今天 大家在關注台股震盪回測的時候 現在外資報告出來了 對於現在這個川普的風險 對於台股的台積電 到底影響性如何 今天立刻請我們外資專家 進行在現場告訴大家 怎麼看今天最新的報告 開始有人對於川普這件事情 變成神山最大變數的風險 提出一些送暖 真的嗎 我覺得身為臺灣人 看到川普這邊亂講話 心裡其實不開心 又勤勒 不只這樣子 所以他也驚動了很多的外資 那在花旗就開始出了報告 你看這報告有多新呢 這個十月二十八號 這個ET是指這個美東時間 美國時間 美東時間 所以你加回去是今天一早清晨 花旗出來給全球客戶的一個報告 那他就跟你講說 我1450沒有變了 我基本面夠扎實 可以挺過逆風了 然後你從標題一看就知道 那你知道我知道 讀也能知道 這種東西就是安慰劑 你沒有辦法說太多的具體的東西 因為嘴巴長在川普身上 票在大家手上 你外資分析師 你也是人 你也只有一票 你也沒有辦法改變太多的事情 但是他只能安慰出來說 我覺得台積電很好 但是我跟你講 不講還好 講了我會嚇一跳 因為他報告裡面 羅列的跟我講說 台積電有60%的營收來自於美國公司 所以你給我送軟 結果送一送 我還反而一身冷汗 他說蘋果輝達高通 有英特爾跟AMD 我覺得結論是什麼 有安慰 但是說實在效果有限 我覺得很有限 那我也做預告 我覺得明後天會更多的外資出來寫 那但是寫了之後 大家能夠寫得比花旗好嗎 也許起得好 但是無法挽回大家離開的心 那你剛才講到了 為什麼今天期限或賣得這麼可怕 你知道嗎 那我算給大家聽 距離大選還有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一 四天嘛 那剛剛不是講颱風嗎 颱風扣到兩天 就不名其妙 我還有四天 你已經預告了 我要放颱風架就是 我本來還有四天可以跑 現在跟你說沒有 我兩天就要關門了 所以今天大家蒼黃而出 這個就大家就跑了嘛 會怕會怕 會怕嘛 所以你這種情況底下 你叫誰來寫報告 我覺得都沒有用 這次大家比較不想放颱風架了 對 好 那就是今天就是外有川普 內有颱風 所以你也覺得台積電這幾天 因為就是這種風風雨雨 恐怕還有修正壓力 短時間短時間的壓力是大 所以花旗只能跟你講說 我的 Fundamental是沙利 就只能講這種基本面好的東西 安慰劑但是有限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第二個跟大家講的是 我講外資最近要看盤三件事 一個是神山 一個是消費性電子 一個是基站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邊報告這麼重要 這是新唐 剛剛我是第三個講新唐 今天外資報告發新唐 是哪一家 大摩 他本來從Underweight 跳過Ecoweight到Overweight 所以這個叫 從減池變增池 對 就跟你講說 賣光光 現在叫你趕快買 那他的木壓從81塊 調到115塊 那主要是他的獲利預估 明年挑了37%起來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他在講有講三個原因 其實剛才有講到IC設計兩樣型 已經跌了很多 今天跌了亂七八糟的 那裡面也是沉舟製程 裡面也是MCU 你憑什麼漲 他講說MCU狀況變好了 那第三季要轉正 這個要變成今天漲停的原因 我也不太信 而且已經兩根了 對 前幾天也有一根 那我覺得真的原因應該是這個 就是這個 BMC就是講他的這個 載板管理的控制器 這個東西他是跟微軟共同開發的 那打入了這個灰達GB200 剛剛這個子東講微軟有關 然後又吃到灰達 對 那一大量生產 這不就跟鴻海的那個出貨 實質很相信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新唐 開始反映在GB200的一個報告裡面 那再來這個Tesla的展望 也有預期 我覺得這個只是加分項而已 所以今天摩根斯丹利 把他這個報告寫出來 寫了三點 我覺得他是真心罕多 那新唐說實在話 並不是太指標指標的埃及設計 它不是重量的龍頭股 但是我覺得特別拿出來講到第二點 是因為我覺得它代表是消費性電子 我們已經講AI講了半年 那這半年一年來講 萬般都不好 只有AI好 那這樣子 其實多酮可溶之冰是變少 是不行的 那所以我是覺得 是不是MCU的春天來了 那加上第四季開始要準備做夢 你光是有AI做夢沒有用 我還要做AIPC的夢 我還要做AI手機的夢 所以也許就是摩根斯丹利 打這個消費性電子的第一槍 也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新唐的這個 不只是今天在萬綠叢中漲停 它的意義在這邊 那看他未來可不可以把這個 多頭的火種擴散到消費電子裡面 那摩根斯丹利 他本身也算夠power 我們講說外資買了快三千張 頭信買了快一千八百張 加起來買快五千張 這是這個報告的威力 那第二第三個要跟大家講關盤的重點 就是剛才講的就是安卓大戰水果 蘋果 好 那基站 那因為蘋果在今天釋出了新的iOS系統 對不對 那iOS 就是有AI功能的 真的有AI了 真的AI功能 那AI有多強大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聊過很多次了 它的鏡頭 可能就像是你的眼睛一樣 凱冰我們前幾天去吃一個餐廳 那是哪裡 那你問一下AI 那AI就給你抓出來 那蘋果的這個財報是這禮拜五要出來 那禮拜三是聯發科 所以基站 一個安卓的一個蘋果的iOS的 基站未來開始了 基站未來 那我們就來看 蘋果禮拜的財報可能是怎麼樣子 這是高盛估的啦 這個估第三季大概是1.61美元 第四季大概是估2.37美元 我覺得是有成長 有成長 但是第四季一定要啊 你有手機 有新iMac 又有手機出來了 又有AI功能 一定要成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明年是怎麼估 明年後年怎麼估 這也都是高高盛估的 高盛估的今年是估 大概六塊七一美元 大概明年是再估七塊五美元 蘋果是這樣 你要它爆發性沒有 它是守成做管理財慢慢是有 你看就是這個到現在 大概明年大概有機會成長 10%左右的這個股價 好這是蘋果在禮拜五的財報 我們先給大家做一個猜測吧 但我覺得每次高盛估都猜很準 所以你才會拿高盛估來說嘛 對對對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就是要特別講的是 iPhone16不是前一頁 對啊賣不好啊 前一陣子報紙 把它做頭版頭 對啊還降價這一次 有史以來降最快的 手機 股價有跌很多嗎 台灣的供應量 可能有點受到影響 但是你看那個美國的蘋果 直挺挺地站在那股價 對看看股價表現 我們剛才講 蘋果股價雖然聽到iPhone16賣不好 你看前幾天還創波段高 波段高嘛 站得很好的嘛 穩穩的 穩穩的嘛 那我們回到那個這張圖上面 為什麼講說外資報告 他好是好在 他的研究做得夠扎實 他的面做得夠廣 你講說iPhone賣得不好 其實他從第一天 就大家都知道賣得不好 這個也是高盛他統計的 這個目前的拉貨 全球交貨的天數 你叫Litai 英文叫Litai 就交貨天數 什麼叫交貨天數呢 所以我們今天去中華電信說 我要買手機 我交了錢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幾天後拿到 那是不是你越晚拿到表示 越賣 那如果今天都給你呢 全部都給你 全部都給你 多買幾次 對那表示賣得不好 所以你看他全球交貨天數 從藍色這個錢的是這一代的 是這一代 你看他第一 從開賣的第一天 就只要二十五天 就拿得到了 就要等二十五天 就等二十五天 那現在是已經開賣 大概三十幾天了 我等待等待只要二十天 那我上一代的等待 這個時候是要等待二十幾天 所以你有這個圖表一看 你就會知道上一代賣得比較好 對 沒錯 那再來他連所有機型 都給你統計出來 都是iPhone16 新的 對 四款 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你不覺得有兩款趴在地上 已經是要買就有的 對對對 要買馬上就有了 馬上給你 就是i16跟i16 Plus 就是你現在有 我就全部給你 幾乎有現貨的意思 好 那這個這張圖 也看得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果粉 他都是喜歡買高端的 是 高端的我果粉就是要好 我覺得要貴沒有關係 所以有交貨天數來看 其實第一天就知道他賣不好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是新聞 所以大家為什麼會覺得 你既然賣不好 那為什麼股價還可以升在那邊 就是對於AI的一個 就是今天這一節 iMac的AI功能出來了 所以呢 蘋果AI真的變成了蘋果的救市主 甚至是瓶蓋股的救市主嗎 我覺得驚嘆號 我覺得是耶 這是個非常的明確的 那也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說不是果粉 你現在更新就可以了 他現在是限美國的用戶 所以你要先把自己改成 我是在美國用戶 那他也不是直接讓你改了就可以用 他要你去登錄 然後他讓你提出申請 他核准你你才可以用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他怕一次用戶數太多 他怕當機吧 是 那再來是這個幫大家做一下功課來講 說現在的手機的失占率 三星跟蘋果現在占的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那小米 那還有OPPO 大概是這種情況 那這個是指iPhone 在未來三年的賣的情況如何 其實我剛剛猛看一下 這是高盛化的 那其實跟摩根聖誕大力 畫的是一模一樣 這個圖的好處在哪邊 用意在哪邊 他跟你講未來三年是成長年 還是成長 25 26 27 是成長年 所以蘋果就是這樣 你每次都罵 但是每次都買 嘴巴說不要身體很沉濕 最後花一點點時間 來看一下聯發科 聯發科在禮拜三 接下來法說會 但是禮拜三 明天不知道會不會上班上課 應該是會 明天最多就是路景 對對對 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 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第三季跟大家講 這個是野村估的 那野村估的 大概就是估第三季 大概是落在大概十五塊左右 那第四季 大概是估在十三塊多 他估在第四季 營收大概一千三百多億 其實跟第三季差不多 差不多持平到小增的情形 那第三個再來看 明年的聯發科怎麼看 明年聯發科 野村把它修到大概六十五塊 是 我看布隆布爾市場公司數 大概是七十塊錢左右 那我最後花點時間講說 最近法人在看聯發科 主要是看一個議題 因為聯發科的對手是高通 那高通現在被ARM 就是兩個有訴訟有糾紛 那所以 虞翁得利啊 對 敵人的不幸 就是我的大幸 是啊 大概就是這樣子 摩根辛達利的觀點是說 你就算高通跟ARM有糾紛 你們兩個會用錢解決 不會說搞到最後都不能用 而讓聯發科漁翁得利 是這樣講 結論是如此 結論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今天 而外資怎麼看這個台股 就是神山看起來是風雨飄搖 但是希望能夠挺住 所以你覺得聯發科的法說 也許說得好 但是現在問題是股價也偏高嗎 因為你看現在 估六十五塊或七十塊 現在已經交易在明年大概十八倍 二十倍 那能不能往上自己再去思考 這個評價有沒有合理 接近二十倍 這樣的情況 好 謝謝建軍 告訴大家怎麼看待 今天的最新外資報告 外資報告 有蘋果的 還有包括聯發科 還有包括新唐 今天報告 立刻的給觀眾朋友 第一手的報導 待會回到下場 這講到了 要注意 這個禮拜 雖然可能有颱風干擾 但是有一場 台北金融科技展要登場 那目前暫定時間 是十一月一號登場 十一月一號跟二號要登場 在這次這個世貿 要舉行 台北世貿一館 趕快掃畫面當中的QR Code 可以知道有很多的內容 現在金融跟科技 要相結合 這變成未來的台灣的護國神山 可能是金融科技的結合 更重要的是 逛展 抽好禮 要送很多 蘋果的新鮮產品 還有包括遊戲 主機 這是可以 逛展 還可以抽好禮物 特別提供給大家 趕快去參加 趕快來看看 這一場活動 有什麼亮點 待會到下場 則說到了 這一次特斯拉 壓寶 川普 馬斯克壓寶 有人說他眼光準 爆大腿 爆得準 但是特斯拉股價 真的有很強嗎 在今年 還有說到 最近股價真的有波動 但傳出內部有大咖 在賣股票 真的嗎 馬上回來告訴你 雖然最近有很多外電的新聞 我們天天看到川普 但是一直看到川普 這旁邊巴著一個人 就是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這一次可以說是 從頭力挺到尾 最挺川普的就是馬斯克 大家都知道 川普不喜歡電動車 喜歡油車 但是為什麼是電動車大廠的老闆 這麼巴緊川普 大家還在想 難道說 從最近的川普的民調 還有包括這個賭盤來看 真的特斯拉馬斯克的眼光 還是很準嗎 不過今天又有一個問題 傳出說 特斯拉股價 最近股價真的一起 跟著走高的情況之下 但卻傳出 這公司內部有人提交了賣股報告 準備要賣股票 到底怎麼回事 立刻請指東上來告訴大家 這件事情 好像從《八龍週刊》傳出來 說今天有這個消息說 股價創高的時候 公司內部就提交報告說 有人要賣股票 大股東要賣股票 那其實這份報告是 應該是今年的第三季 就已經提出來了 只是現在剛好通過了 那賣股票的跟今年的 揮打黃仁勳賣股票 這個意義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當時是黃仁勳親自賣股票 那這一次不是馬斯克賣股票 是他弟弟賣股票 是他弟弟跟兩位股東賣股票 那如果我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特斯拉目前為止 流通的股數大概是30億股 那傳出說這三位人物加起來 最高最高可以賣到113萬股 大約佔他裡面的流通股數 大概千分之三 這跟黃仁勳賣股票 也有點不像不算同一個等級 而且現在只是剛剛通過 可以開始執行這個計畫 這三位大人物現在開始賣了沒有 一張都還沒有 但是他們提出這種報告 也是看到特斯拉股價衝上了新高 這個時候怎麼那麼巧 那這樣的情況 對於特斯拉的相關概念股 甚至對特斯拉投資朋友 有買特斯拉的概念股來講 或特斯拉的股票來說 現在還能夠依附著川普的聲勢 是繼續加碼特斯拉嗎 就這個部分 其實我自己在看特斯拉 我們本來就不是因為說 他壓保川普這個地方 眼光真準 記得早期的話 我們說民調當時還是賀錦麗 領先的時候 其實馬斯克曾經在自己的媒體上面講說 完蛋了 他說我身家全部壓在這個川普身上 如果賀錦麗上那我們就完蛋了 他自己這樣子講 所以我認為有點算是歪打正早 如果我們現在要去買特斯拉 應該是從其他幾個面向切入 反而比較能夠中規中矩的看看 能不能有一些價差可以賺 我們以今年的漲幅來看 確實是這個特斯拉的漲幅 其實就漲了五趴不多 那幾個原因 第一個 其他像CSP業者或者是揮達 他們是賣AI 那真的要講的話 特斯拉其實沒有把他的資料中心拿出來賣 他是在使用AI 他的這個全自駕 他自己號稱全自駕 是有他像自己的他自己的算力系統 也可以說是在使用AI 這個部分在特斯拉的這個營收上面 是顯現不出來的 那網飛今年為什麼可以做一個正成長 我們就做一個超級比一比 到底網飛適不適合取代特斯拉 暫時我們講沒有這個疑慮 原因第一個 我們如果以市值來看 目前為止特斯拉的市值大概是在八千兩百億美元附近 以市值來看呢 網飛Netflix大概是他的三分之一左右 那做以市值來看 能不能夠用網飛取代特斯拉可能就不太行 那第二個部分第三季的營收 確實網飛Netflix的這個年增率是來得比特斯拉還要好 但是那這邊有特殊的原因 來自於付費方案以及廣告的收入 今年剛好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那這個部分兩黨應該都會大量的灑幣 對 灑幣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單單的從特殊的一年來看說 Netflix要取代特斯拉 有一點言之過早 那兩個部分反而是我認為 特斯拉後面有沒有成長的力道 雖然一開始我們先念了一下馬斯克說 這個算是歪打正著 但是兩個部分等一下我們會再細講 在這個皮卡車的部分 Cyber Trunk的這個部分 卻是一個大幅度的成長 因為今年才開始開賣 對 賣得還不錯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們也很清楚說 川普好像不喜歡綠能 如果今天我們說這個馬斯克後面 搞不好還會升居耀直 這都傳聞了 他裡面 當官了 當官了 那他底下的儲能系統 Powerwall 這個部分 能不能夠被川普給放行 這個就有點想像空間 會不會他獨門獨視 就這個部分 那Netflix反而是有個小隱憂 因為他從明年開始就是 因為畢竟我們說他的成長 是來自於他裡面的這個消費 消費者 那消費者也進入到一個高原期 電動車也是高原期 那他這個部分我們講消費者的這個消費 也算是一個進入到一個高原期 有加入會員的 基本上都加入了 他明年改變一個制度 不再跟投資人公布 他裡面的這些消費人數 對 會員人數他不公布 單純的就是公布說 我們賺了多少廣告 那意思代表就是 會員到頂了差不多 高原期了 那台名很聰明 想要再更高 就很少 那我乾脆不公布了 蓋牌 對 他以後可能就是說 可能你如果不想要看廣告的話 就要多付一點費用 那這個部分算是兩面刃 可能又會有一些消費者 可能不愉快 想說為了不要看廣告 我還要額外花一筆費用 這個算是兩面刃 但是他明年改變一點制度 所以其實如果以他們的兩個重要的項目 電動車跟消費者消費的這個部分來看 兩個其實都算是有點像是高原期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做個小結論 那這個七雄要不要被取代 暫時沒有這方面的疑慮 這個特斯拉也打入到消費市場 打入很多年了 那近幾年也算是穩定成長 我們說其實馬斯克 別的可能不太清楚 但是他很會行銷 像這個家用儲能櫃 你可以在手機安裝APP 直接用手機遙控 而且未來可能也會導入一些相關的AI功能 那這個呢 這個儲能系統 原本是馬斯克 原本是想說 如果你家用可能有一些充電樁 原本是以充電樁轉變過來的 就是如果我 比如說白天我開車 我電動車的車沒有用完 其實我可以回充到這個儲能系統 那我晚上我可能要開燈 看電視 這個部分 他的電力可以支援 我們說如果一個晚上突然停電了 他的電力現在目前應該是有辦法去支援 一個晚上 你才會電才會用完 一個晚上 我正常的家裡用電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這個部分 以目前為止的 像全美的試占率 有用這個 有安裝這種系統的 他大概佔了三成 換算過來 因為美國大概有差不多一萬多個家庭 他目前為止安裝了大概是六百 大概是六百萬戶左右 另外就從皮卡的部分來看 這是皮卡的正式推出 銷量不錯嗎 長得很特別的一台車 我們要從兩個面向來看 因為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在談說 美國的消費市場 到底有沒有出現了什麼問題 其實當初是有一點點這樣的端倪 就是我們也稍微幫投資朋友 稍微學一下這些重要的指標 像其實在美國 有一個指標叫做科博文指標 這個科博文指標就是 美國的這個皮卡車 等於他們是用來載貨的 表現得好不好 銷量好不好 如果銷量好呢 就表示大家願意載貨 消費市場好 大家才會去買一些零售的商品 但是這個指標 比較精確的用法應該是 當美國出現重型卡車 銷量衰退的時候 美股後面就等著跌 所以像2020年其實是先 美國的重型卡車先銷不好 是 2020年 美股再回檔 2022年其實也是如出一側 就是皮卡車先銷量不好 後面的美股在這個地方跟著跌 這是2022年 所以呢 市場上面一直在傳聞說 到底消費市場有沒有問題 那比較好的部分 是靠著這個特斯拉的這個 西伯特朗普 就這個部分 稍微拉抬了一下 他這個數據 所以有些人可能看著指標 在操作的一些法人 可能就會先稍微觀望一下 那最近是有個小風險 就是S&P500 其實是一直在創高 但是這個美國的皮卡的銷量 有點銷售量下降 大概就維持一個區間 上個月出來的數字 不是很好 可是目前為止總體而言 還維持著一個區間 所以呢 我們說美股其實 這個也適時的稍微修正一下 這也是合理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這一次特斯拉西伯特朗普 其實第一個我們先來看 他到底CP值高不高 那這一兩年 其實大家都拚命的在砍價 小價競爭 原本如果要做個對比 我們進到上一章 因為講到電動卡車的這個部分 第一名的還是福特F系列 對福特F系列 那這個九月不用太擔心 還是年增 小增的 當然其他第二名第三名的有點小衰減 特斯拉沒辦法比較 是因為他第一年開賣 剛剛賣 所以沒有年增 沒有得比 但是他才剛開始賣的第一年 基本上銷量其實算是非常的不錯 這個數字兩千三百台 這個算是非常亮眼的 因為之前有預購嘛 對不對 先搶先預購 對就是大家其實針對馬斯克 或者是特斯拉品牌效應 還是有一部分人是買單的 是 所以這個部分 就跟我們操作個股一樣 有些發現股價 沒有量低基期 也就是因為他低基期 後面爆發的程度 其實會特別凶 那目前為止才剛開始開賣 第一年開賣 取了一個還不錯的亮眼的成績 所以相關的個股 也有機會特別的凶 好 那我們看就是福特跟特斯拉去比囉 那下一張來看看 就是現在這樣的一個比較下來 他CP值高嗎 他CP值我認為其實還算不錯 因為當初來 像在像這個馬斯克有講 後面可能會往最高價的這一款 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銷售 平價款可能後面就不推了 那這個也是馬斯克被人詬病的地方 就是說這個載完了之後 那後面就是推最貴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一下CP值的話 像大家如果買電動車 應該就是很care他的續航力 那如果今天我們以三電機全輪驅動來看 他的續航力充滿電可以跑 八百公里 對 跑八百公里 那如果今天我們拿福特賣的最好的F150系列 來做個比較 五百公里 對 五百公里 可以類推的其實應該是這一款 中價位的 大概跑五百公里 賣的價格一個是賣七萬九千九百九十 比他還便宜一點 比他還便宜 那這個規格基本上就做一個網上提升的動作 尤其是大家可能還是吃這個馬斯克的品牌效應 甚至流線這個線型也還蠻不錯 新鮮 所以以比較CP值來看 他真的還有一點成長 那當然對於台場來講 我們最近也看到 其實特斯拉概念股 其實有一些也在走高 尤其是車用的族群個股在走高 到底能不能夠延續到 美國選完都可以續漲呢 題材上看誰 因為題材上第一個 我們先挑選目前為止 本益比比較太高的 低的至少還是相對具有防守的力道 那家合剛剛惠斯老師有提到這一檔 因為他也是Sabertrunk 車內裡面用的這些用部 他是唯一的一家廠商 所以這段期間股價的表現 還算是相對的飄悍 漲到今天 其實他的本益比還在一個可控範圍之內 這樣漲還可控 對還在可控範圍之內 因為他確實是有基本面 是有營收的 但是他是技術性型比較不好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那張表 他目前為止離際線的這個乖離率 因為他很飆 飆了好幾天 對那這一檔我們就姑且觀察之好 可以適時的等他修正一下 比較有趣的就是最近很夯的 統治也很飆 這幾天也很強 對因為馬斯克也許像這個電池領域 這個部分掌握在中國手上 甚至馬斯克願意去砍這部分的毛利 像這個算是一個陷阱 因為這個特斯拉的毛利高 也許他是砍周邊供應鏈相關的毛利 但是雷達這部分 因為他現在正在主攻這個全自駕 他會不會去砍雷達這一塊 基本上是比較不太會 所以同治像今天 我們來看今天的江波圖 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今天是紅K嗎 我們可以發現 今天大盤不是跌嗎 然後突然來了一個尾盤 還是可以強 可能有一些當衝在這個地方 已經衝完 想說今天大概沒有弄 因為前兩天很強嘛 對 前兩天很強 那當衝客可能想說 今天好像偏向於弱勢 那我就不操作了 結果他跟你做一個急拉尾盤的動作 那這個應該不是當衝客 或是隔日衝客所為 而且還是尾盤的時候才拉 對 尾盤刻意拉 就是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甩轎之後往上攻 所以這一檔 倒是可以稍微去 還有續牆空間 對 還有續牆空間 那我們今天講到消費型電子 像剛剛建勳也講說 這個消費型電子IC 有沒有有機會呢 講到這個部分也講很久了 可以跟同治做一個對比的 因為我們今天講到 車用感測IC 偏向於消費電子 那這段期間易隆電 因為同治也有個小缺點 離季縣的乖離率大概8%左右 還是要稍微等一下 但是有一檔 他離季縣的乖離率只有1% 是易隆電 對 易隆電 所以這一檔 我們就最後做一個小總結 如果看到同治加和這個地方 已經飆出去了 有沒有一些 可以留意一下易隆電 本益比還不貴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2458的易隆電 是 股價就頻頻走穩了 但是以中長線的趨勢來看 基本上也是偏向於多方 而且這段期間我們說以外資來看 也是有偏向 也是在買 好 謝謝子東高的大家 怎麼看待特斯拉的概念股 有沒有繼續飆風 有沒有追得上的個股 幫你來掌握 待會回到現場 則說到新宇航空的正式上市 掀起了這個小王子的復仇劑 現在還帶動了對於 航空股的比價效應 但是他的夢 真的只有上市而已嗎 他的夢是更遠大的 第一 要不要挑戰大哥的地位 長榮行的地位 另外還有他看好的是 臺灣未來的商機 在哪裡馬上回來告訴你 也要懂得理財 做聰明的消費者 每一筆花費用股票 ETF 基金 無痛增加被動收入 做有原則的投資人 每一筆投資 靠紀律 膽視 理性 降低風險 贏得報酬 SERRY 小自己財藍圖 影片每週二四晚間上線 武器與林 陪你一起分享財富自由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